如何被部落的副手领妹子认可呢 首先部落战开始了 修书牌第14号被打了个一星 然后他居然推荐我打19号 这是瞧不起谁呢 居然还有人标记了 我们直接往上边找 只有3号没被打 那不要犹豫 法旗进攻 因为已经造好了 主存电龙玩的就是自信 居然是这种阵型 太眼熟了吧 思路瞬间出来了 先用图示社把防控火箭 这一开清理掉 这个阵有点烦的 就是两个毒药塔和中间的黑油塔 玩电龙最好的办法呢 就是大部队带着金身冲过去 所以大部队就要优先处理掉 如果大部队去爆本 就要开无敌 后面就冲不过去了 注意重点来了 因为连弩是锁英雄和投资车的 基本都是对地的 这样电龙倾气还能稍微轻松一些 电龙先一条一条的来 等这边火箭被打掉了 再下第二条 然后再下两个气球去打连弩 这样可以把毒药塔的毒药先引出来 给狂暴准备爆本了 有一条龙中个黑雷不要怕 还有一条满血的电龙 冰冻大部队和地狱塔 狂暴状态下 喷出两口大部队就残血了 并且部落城堡也是残血 我们快速补个地震 带走大部队和城堡 这样连首家兵都处理掉了 非常的赚 再用双王清理另一个防空 我们就可以用剩下的大部队去网了 这么好的节奏 怎么没人观战呢 平时翻车的时候 每次都有人看 要不是脸皮厚都不敢玩啊 这次就要先下气球了 中间说不定有多少陷阱呢 玩电龙 前期需要注意的就是 不要省法术 电龙的爆发全靠无敌精神 加狂暴这一波打出的伤害 该用就用 等电龙都没剩几条了 还留着法术有什么用 就是现在保住所有狂暴冲起来 要的就是这种炸裂的感觉 也就是十几秒的时间吧 中间的防御全部拿下 很明显他已经没有能挡住我们的防御了 就算天鹰附近有两个防空的连弩 也改变不了被电龙三星的命运 很多小伙伴对电龙有一种误解 总觉得玩电龙纯靠运气 而打一星了就是预计不好 电龙不能说最强吧 但是有些阵型打起来还是很轻松 控制好了就是指哪打哪 控制不好就是转圈圈 当然了难度虽然有 但是感觉还是比天女简单一些吧 还能被部落的副手里妹子点赞 而且基本不用换什么配兵 等别人配好兵 我们都打完了 它不香吗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也想玩好部落冲突 被部落的人认可 那么关注修书每天更新 实战教学 多看多累 萌新编大佬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